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大家要记得今天看到铁锤就是我 我就是铁锤哥 但是今天是跟大家分享爱多美的公司介绍 所以今天如果下次有机会才跟大家分享铁锤的故事 在2009年有一个人他创立了一间公司 这间公司至今在短短11年的时间 他现在已经开启了15个国家当中 包括美国 日本 加拿大 菲律宾 台湾 柬埔寨 墨西哥 人口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就是中国 那也在短短11年的时间 从一开始只有两个产品 到今天已经达到400总产品了 可是今天到今天 他已经有超过1000万个活跃会员了 他也挤进了全世界Top 20 同样行业里面的世界Top 20里面 他是在2016年11月14号进来马来西亚 他进来马来西亚 在短短不到4年的时间 已经造就了超过200个家庭 月入过万当中 甚至有的家庭 已经来到了年收入是百万富翁的一个概念 各位他到底是什么公司 没有错 他就是爱多美 那今天跟大家讲一下 我是就读于这个Taylor University的 我是读这个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Marketing 那我读的这个科系就是 就是这一个国际市场贸易 今天让我以一个年轻人的一个身份 让我以一个大学生的一个角度 来跟大家分析 为什么我会想要来经营爱多美 爱多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间公司 那首先第一点 我看到爱多美 有一点真的是非常的棒 第一点是什么 就是市场 市场是什么 市场的意思就是 今天在哪里有人消费 哪里就有市场 今天消费人们逃得过吗 逃不过 为什么 因为今天不管你是小孩 你是青少年 或者你是成年人 或者你今天是老年人都好 我们这一辈子都逃不过消费 为什么 我们睁开眼睛的那一刻 就开始刷牙洗脸 对不对 冲凉 喝一杯咖啡 对不对 然后我们护肤 我们保健 到我们睡觉前那一刻 我们每一天都在消耗着什么 大家 我们每一天都在消耗着 热肠生活必需品 所以当我一开始研究爱多美 分析爱多美的时候 爱多美真的是正宗我的下怀 为什么 因为今天爱多美售卖的产品 正是热肠生活必需品 是每一个人每一天一定要用的产品来的 所以如果今天这个产品是每一个人每一天一定要用的话 这样你的收入就会非常的稳定 对不对 那今天讲到这个市场 爱多美大家都知道 我们加入会员是免费的 而且我们不需要每个月来保持 我们也不需要每一个月去 hit这个sales target 所以今天爱多美的这一个市场 它不是只是单单在马来西亚罢了 它甚至发展到全世界 刚才我所提到的15个国家 美国 日本 加拿大 菲律宾 台湾 柬埔寨 墨西哥 包括中国 如果今天你有朋友可以把他们注册成为爱多美的会员 今天他们在那一个国家消费 我们也可以在马来西亚拿到他们的几分PV 那PV就是钱 PV is money 那今天我看中爱多美的第一点就是这一个市场 我们今天从头到脚 每一天一定要用的产品都可以在爱多美买得到 今天如果爱多美它卖的产品是我不需要的 我是不会来经营爱多美的 那今天市场上可能有很多产品很好 但是也有很多产品它们是有寿命的 什么是有寿命的产品 大家可以想一下 今天我们周围是不是有很多产品 有一些周围的朋友家人 突然之间有一个产品很红 那这一个产品很红 大概它红多久 红一个半年 红一个一年 到现在你是在市场上面 你是看不到这一个产品了的 为什么 因为今天这个产品是潮流性的产品 就是它是有寿命的 它在市场上面它可以很好 它可以很红 但是它可能只可以红一年 最多也是去到一个两年 到后面它就会慢慢消失在市场上面 可是爱多美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爱多美是钢需品 今天从头到脚 你每一天一定要用的产品 你是必须来消费的 所以这是第一点 为什么我看到爱多美的 就是因为市场 今天很多人会讲 市场上面这么多产品 为什么今天我要选择爱多美的产品 为什么我只可以在爱多美买产品 今天爱多美它可以给到我们什么价值 很简单 今天爱多美它提供给我们的这个产品价值 就是绝对的优良品质 跟绝对的低廉价格 那很多人讲 你讲绝对的优良品质 绝对的低廉价格 到底是不是这样 来我们看一看 我们的退货率 在马来西亚本土 我们的退货率 只有0.06% 这样是代表什么意思 这样就是代表 很多人用了爱多美的产品 他们非常的满意 他们非常的满意爱多美的产品 所以Atomi的这个repeat sales 就是重复性的消费 是非常棒的 爱多美的这个重复性消费 大家知道多少%吗 是超过90% 是什么概念 就是讲今天 如果你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 平均分享10个人 至少可能有8个人到9个人 会在下一个月 又来跟你购买这个产品 所以这个是什么不一样 代表我们每一次去做分享的时候 这些伙伴都会持续性 回来消费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那今天 爱多美在全世界的这个退货率 的平均是多少 答案是0.19% 罢了 0.19%是什么概念 我们来做一下对比 大家知道吗 全世界前30名直销公司 全世界top 30的直销公司 他们的平均的退货率 有多少 大概是3.03% 就是讲 他们是爱多美的平均的 他们的平均的退货率 是爱多美的16倍 大家可以想象到16倍 就是爱多美的退货率 是低于他们的至少16倍以上 这个是多么恐怖的一个数据 就是讲很多人真的很喜欢爱多美的产品 爱多美的这一个产品 他的这个第二点 为什么我会看上他 就是因为他这个绝对有良品质 绝对的低廉价格 对不对 那今天跟大家讲 我发现一个不得了的事情 这个不得了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我有去做过研究 原来大家知道加拿大吗 加拿大 加拿大 今天加拿大 他们是对这个市场上 是对这个保健品 数一数二在全世界排名 最严格的国家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在2013年 加拿大政府 他就有设定一个Rules 这个Rules就是 所有如果你的产品 要在加拿大里面销售的话 你必须透过 我们加拿大政府的检测 这个是叫Canada Health 他们是一个加拿大的健康管理局来的 今天如果你的产品 要进到加拿大里面销售的话 你必须透过这一个 这一个政府的一个纯天然的检测 你才可以进到去加拿大的一个市场 此外 今天他们还会颁给你一个认证 这个认证是什么 叫做MPN 这个MPN是什么意思 就是Natural Product Number Natural Product Number 就是当你的产品 他透过了这一个 加拿大政府的重重考验之后 他会颁这一个给你 就是MPN 就是一个认证是 你的产品是透过他们的纯天然的检测 是受到认可的 所以合法在加拿大的境内销售 可是跟大家讲 这么严格的国家 爱多美在2011年就已经进去了 所以这个是非常不得了的一个东西 也是对爱多美的品质的一个加分 再来今天很多人讲 绝对的优良品质 绝对的低廉价格到底是什么样的 你怎样去guarantee这个绝对的优良品质 跟绝对的低廉价格 因为我们的背景 我们的背景是什么 大家 大家知道 我们的背景相当的不得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背景是 这一个凯瑞 凯瑞是什么 K-A-E-R-I Korea Atomic Energy Research Institute 就是韩国原子力研究院 韩国原子力研究院 它是有超过1300个科学家 里面有超过4000个研究人员 那它的这个合作厂家是谁呢 就是科码 KOMA KOMA现在的排名 是来到全世界 也是数一数二的 它是排名全世界第二大的 美容护肤产品代工公司 那科码公司 科码集团 它也在全世界 每一年 帮市场上超过250个知名品牌 做这个技术的研发 还有做这个代工 所以今天这个爱多美的背景 是非常solid的 是很稳定的 那今天这个Kairi 跟这个科码 它们联合起来 那它们就创造出了 这个KOMA BNH 就是科码Beauty and Health 就是把它们研发出来的产品 放在爱多美的这个网站上面 销售去全世界 因为爱多美跟这个KOMA BNH 签了一个终身合作伙伴的一个合约 就是这样今天 它们用它们独有的原料 跟独有的这个技术 研发出高品质的产品 放在爱多美的网站上面 销售给全世界 爱多美的产品 真的是独一无二 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个非常让我非常震惊的 一个产品 这一个产品 它现在的销量是多少 它现在是爱多美 其中一个最常销的产品 它是一秒卖一只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我们爱多美的牙刷 那爱多美的牙刷到底有多好 今天它是采用精离子的这个技术 可以帮助你抗菌高达99.9% 市场上很多牙刷都没有办法 像爱多美这样可以抗菌高达99.9% 而且今天我们牙刷的饼 它的那个握把 是用这个baby的这个 plastic的这个material来做的 就是baby的这个奶瓶的这个品质来做的 所以是在这个plastic industry 就是这个塑料工厂里面 它的排名是相当不错的 是非常优品质的一种plastic 跟大家讲一下 我四年前就是 傲傲这样子 用爱多美的这一个牙刷 傲傲这样 我用了四年 我上个星期去吃这个Nasilema 跟我四年前去吃的那个店 是一模一样的 跟大家讲 爱多美四年这个牙刷 四块两毛半 到今天都没有涨价过 可是大家知道没有 那一个Nasilema 岂有此理 它从两块钱去到四块半 那个姜鱼仔还少放几条给我 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 爱多美真的很棒 你看连食物 连很多行业 很多产品都涨价了 可是爱多美依然保持着 这一个价钱 十年内完全没有涨过价钱 所以对我来讲 这一个真的是绝对的品质 跟绝对的价格 因为爱多美的牙刷 只是卖四块两毛半罢了 大家知道四块两毛半 今天是连我一个大学生 我也可以负担得起 对不对 今天不管你是谁 很多个家庭都可以负担得起 可能你是高端消费者 你是中端消费者 不管可能你也是一个低端消费者 对不对 那不管你是高端消费者 中端消费者 低端消费者 这一些消费者都可以买得起 爱多美的产品 打个比如 今天爱多美我们有进军到哪一个国家了 我们有进军到柬埔寨 跟大家讲一下 今天柬埔寨 它的这一个人民 证明平均一年的收入 大家知道有多少吗 大概只是1706块 所以这个是非常 就是他这一个国家的消费能力不是很强 但是爱多美依然进到柬埔寨 而且做得相当的不错 所以证明爱多美的市场 真的是从高端到低端 任何市场 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参与 都可以来购买爱多美的产品 那接下来我跟大家讲一下 爱多美的王牌产品 那爱多美有什么王牌产品 大家知道吗 我先讲第一个产品 第一个产品就是我们的 Hermohim 大家知道我们的Hermohim吗 我们的Hermohim Hermohim我们的销量 已经来到了一年 既然有至少三个亿 而且跟大家讲 它是在韩国 目前来讲 它连续五年 都是在这个直销行业里面 销量Top 1 持续五年 都是Top 1 那还有另外一个产品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Absolute 跟大家讲 这个Absolute 真的是不得了 为什么我这样讲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Absolute是2017年9月的时候 然后上架这个Absolute 那它是算这个销量是到 2019年9月份 短短两年的时间 大家知道它卖出了多少套吗 它卖出了4.8个Million 就是480万套 这是多么恐怖的一个数据 480万套 那一天我就有去做了一个简单的计算 这个简单的计算是什么 今天2017年9月份到2019年 9月份大概多少年大家 大概有两年 两年大概等于多少个月 就是等于24个月 对不对 那今天24个月 我每一个月算它30天来算的话 大家知道今天 爱多美的这一套Absolute 一年每一天 每一天 它可以卖多少套出去 大家知道我们最近 很多年轻人是不是很流行 如果今天你做了一件 很牛很棒的事情 我们都会讲很牛 很溜 大家知道吗 溜 就是很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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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两年的销量很简单 就是 6666套 而且是 每一天 每一天 6666套的销量 我相信 几乎 这个护肤产品 市场上很少的 这个公司是可以 做得到的 这个是相当 不得了的 那讲了这个Absolute 今天跟大家讲 今天 如果你去一个聚会的话 今天你是 人家看到你 可能 如果你没有用Absolute的话 他们会讲 最近你的样子老了 对不对 那可是如果今天 你有用Absolute的话 今天 你每一年 回到去你的公司 集会的时候 每一年 每一天 那些人看到你的时候 他就会跟你讲什么 你还是老样子 所以今天 样子老 还是老样子 取决于大家 如果今天大家 想要老样子 每一年的话 我们一定要来用 艾东美的Absolute 这个产品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棒 那今天 我们讲一讲 这个艾东美 在马来西亚的 这个Sales 我本身 第三点 为什么我会看到 就是因为我看到 艾东美的趋势 什么是趋势 今天跟大家讲一下 今天 马来西亚的这个Sales 我们在短短的 这一个 现在差不多将近 四年的时间 那我们是在2016年 11月14号进来的 我们从2017年 开始算 从2017年 开始计算的话 我们在2017年 整年 一整年的业绩 才已经达到了 8500万 就是85个Million 在2018年 我们再创一个成绩 是什么 我们的成绩 已经来到了 110个Million 就是在2018年 跟2017年之间 我们竟然增长了 这么多个百分比 而且跟大家讲 在2019年 跟2018年 做一个对比 更加不得了 为什么 因为今天 2018年的业绩 已经来到 一个亿 8300万 已经超越了 2018年的 66% 就是我们在一年之间 我们成长了 66% 在今年 2020年 大家知道吗 今年2020年 在这个8月底的时候 今天我们的销量 竟然已经多过 2019年 整年 加起来的 总销量 应该是讲 我个人看法 是一定会 超越两个亿 在一年里面 可以做到 超过两个亿的业绩 这一个公司 真的是非常的不得了 那今天 爱多美的会员 在马来西亚 短短的 差不多将近 四年的时间 我们已经有注册 超过100万个会员了 正确来讲 是1.14个million 1.14个million 已经是非常多的 这个会员了 那今天 我们每一个月 爱多美 马来西亚的注册人选 注册的这个会员人数 已经来到 2万到3万 每一个月 那今天 在全世界 我们讲一讲 全世界好不好 全世界 爱多美花了 仅仅11年的时间 它现在 已经进入 世界 top 20了 那今天 有一个集团 有一本书 叫做 DSAM 就是 Direct Selling Association 的一个magazine 这一个是 global的 就是它是 这一个 这个Direct Selling global 2019年 他们就有做这个报导 做这个报导是关于什么 做这个报导是关于 他们每一年 都会出这个报导 就是 全世界排名 Top 100的 直销公司 它会跟你分析 他们的成长率 他们的这个业绩 他们有多少个员工 他们有多少个 领导 OK 那那个时候 当我去看的时候 哇 真的是 相当的不得了 为什么我这样讲 爱多美 在2019年的时候 它是排名 全世界Top 20名 可是今天 它在2018年的时候 是排名 第20名 可是它在2019年的时候 它已经来到了 多少名大家 它已经从20名 跳去第11名 大家 花了一年的时间 跳了9个位置 而且经过我去研究 我还发现 原来 它跟第10名 只是差多少 只是差一个 700万 而且 而且我们来讲一讲 它的这个成长率 全世界Top 10的 这个直销公司 他们的这个业绩 还有他们的这个成长率 他们的这个成长率 最高的那一个 我拿最高的 Top 10里面 成长率最高的 这一个公司 来跟爱多美 来比一比 就是我们竟然 是这一个 最高成长率的 还要更高 高到多少 高四倍 竟然比他们还高出 四倍 大概来到 10点多个percent 这每一年的成长率 已经到了 10点多个percent 我相信 依照现在的 这个成长方式 我们应该 在今年2020年 可能会已经进到 全世界 Top 10了 这个是非常非常棒的 我去研究一下 的这一本 Global的这个news 这个直销公司 前Top 100的 这个报道里面 我跟大家讲 我发现到一个 非常惊人的秘密 有一个 可以这样子去形容 爱多美 在就好像今天 一个课室 在一个课室里面 我们有 80多岁的老人家 我们有50多岁的 中年人 那我们也有 20多岁的 我们甚至有一些 已经超过 百多岁了的学生 可是有一个小孩 他跟他们 在同一个时间 一起上课 这个小孩子 今年 11岁罢了 他就是 爱多美 为什么我要这样讲 因为我发现到了 爱多美 在Top 20里面 他是用最短的时间 可是可以挤进 全世界Top 20 大家可以想到 这个概念就是 很多公司 可能花了 我刚刚我看到 花了50年 有的已经来到 花了80年的时间 才可以挤进 世界Top 20 可是爱多美 只是一个 11岁的小孩 但是他却能够挤进去 现在已经来到 Top 11了 就是第11名 这个是非常夸张的 40% 每一年持续性成长 成长了10年 如果今天 你问我 什么是趋势 我可以跟大家讲 这就是趋势 我还发现 在这么多个 全世界排行的 公司当中 爱多美 是其中一个 用最少的员工 就可以做到 这样子的业绩了 有的已经来到 超过1000个 有的来到2000个 有的已经来到 甚至来到 8000多个 所以今天 代表爱多美 我们的公司的 管理系统 非常的完善 因为我们 仅仅用了400个人 我们就做到了今天 大家知道爱多美 现在全世界 一年的销售量 有多少吗 大概是 54个亿 马币的这个业绩 今天 爱多美 我们的目标 是以1000个亿 为目标 就是未来 我们一定要达到 这个1000个亿 那要怎样 可以达到 1000个亿美金呢 如果今天 给大家一个概念 如果今天 你的公司 可以达到 1000个亿美金 就是它是在 全世界的 流通行业里面 至少排名 Top 4里面 可是爱多美 到底要怎样 去实现 这1000个亿美金 的这个目标 我们将会上架 超过 1万种产品 1万种产品 是什么概念 简单来讲 你家里 每一个家庭 所需要的 每一个产品 基本上以后 都很可能 可以在爱多美 买得到 但是有什么不同点 爱多美给到 你的品质 是绝对的 油粮品质 跟绝对的 低廉价格 而且大家可以想 今天如果以后 你有很多个 这个爱多美的会员 每一个人 他们家里的 每一个产品 都是爱多美的产品 你的积分 真的是会去到 非常恐怖的一个阶段 那在韩国 爱多美 甚至有卖什么 在韩国的爱多美 我们甚至有卖 鱼 大家没有听错 是新鲜的鱼 可是这个新鲜的鱼 是有 PV的 大家 新鲜的鱼是有积分的 今天我们也有卖水果 什么水果 Kiwi 连Kiwi大家都有卖 而且买Kiwi 还有积分 积分累积了之后 会变成你的奖金 就是以后 每个人 从头到脚 每一个产品 都会买 爱多美的产品来用 到那一天 当爱多美 有一万个产品的时候 你的收入 也会成长 一千个percent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因为爱多美 现在的业绩 大概是 13个亿美金 13个亿美金 跟一千个亿对比 爱多美 只是刚刚开始 我们只是刚刚开始 我们现在是 13个亿 这样等于1.3个percent 这样今天我们要做到 一千个亿 等到以后 有一万种产品 上架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这个收入 可能会提升 百分之一千个percent 可是问题是 今天有没有坚持到 有一万个产品的那一天 这个很重要 如果我们没有坚持的话 以上我所讲的 全部都跟我们 没有关系了 对不对 那今天GSGS 爱多美 还有一个特别的策略 你看 如果今天我们要 上架一万种产品的话 今天我们单靠 自己的厂家 可以做得到吗 大家 我们单靠自己的厂家 我们是做不到的 为什么 Koma跟Kairi 研发不出 在这么短的时间 研发不出 这么多的产品 所以爱多美 有一个非常聪明的策略 是什么 就是GS GS就是 Global Sourcing Global Sales Global Sourcing Global Sales 的意思就是 今天爱多美 会去不同的国家 在每一个国家 比如讲 这一个国家 最出名什么产品 哪一个产品 品质 做得最好 就把这个产品 拿上来爱多美的平台 然后透过爱多美 以最高的品质 然后在爱多美的网站 以最低的价格 销售出去 然后就是 拿了这个产品 销售给全世界 透过爱多美 这个平台 销售给全世界 所以今天 我们有很多 不同的GSGS的产品 GSGS的产品 当中包括什么 我相信大家 可能都有用过 就是我们爱多美的 金油贴布 对不对 那金油贴布 是来自哪里的 是来自台湾的 那今天 我们也有 GSGS这个 日本的 石瓦 这个日本的 石瓦 柬埔寨的 这个胡椒 那再来的 还有什么 再来的就是 我们还有 这个日本的 Routine 讲到这个GSGS 可能这个日本的 Routine 它会现在 开始 公司有这个打算 会开始慢慢 就是import去 每一个 不同的国家 就是日本的 这个Routine 其实我在这边 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我有做过 一点研究 为什么日本 他们研发 这个刺眼睛的 保健产品 是非常厉害的 为什么 因为今天 他们的 这个国家 他们在 2030年 这个是他们 国家的 一个报导来的 日本自己 发出来的 一个报导 他们的国家 将会在 2030年 面对什么 面对他们 是变成 Super Aging Society Super Aging Society 是什么意思 Super Aging Society 的意思就是 在整个日本 他们的 总人口加起来 有超过 20%以上的人 是超过 65岁的 所以今天 他们面对 这个人口老化的问题 他们这个眼睛 这个视力 他们就会 放非常多的心思 所以在很多 日本公司 你可以看到 他们 这个 Routine 就是这些 刺眼睛 叶黄素 等等之类的产品 是做到全世界 真的是 数一数二 有排名的 那今天 爱多美 就是 去跟 日本公司 很多不同的 这个日本公司 去到日本 跟很多不同的 这个日本公司 做这个鞋谈 当中 我们拿出 最高品质的 但是 我们却卖出 最低 价格的 这个价钱 可以 我们去找一个厂家 可以给我们最高品质 但是卖到最低价钱的厂家 跟他合作 所以今天就把这个Routine 放上爱多美的 这个网站上面 然后销售给全世界 今天这个GSGS 爱多美 真的是 想到非常非常的聪明 为什么我这样讲 他是不需要 他的Marketing Department 因为爱多美 现在已经拥有 超过1000万个消费群 所以 这个数据 已经足够庞大了 所以就是讲 如果今天GSGS的产品 放在爱多美的 网站上面 一售卖的时候 很大机会 都会断货 因为有非常多的人 对爱多美的产品 已经非常的有信心了 他们非常相信 爱多美的品质 今天跟大家讲一下 就好像阳光 就好像空气 我们是看不到 跟摸不到的 那今天阳光跟空气 就好像爱多美的什么 阳光跟空气 就好像爱多美的 董事长 还有我们的文化 那爱多美的 这个董事长 我真的是 非常的敬佩他 他有achieve到 这个 就是被邀请进 这个WFDSA 就是World Federal Direct Selling Association 是变成这个世界 直销会的 这个其中一个委员 总裁的这个委员 那他也是上到 这个Fortune的杂志 也上到这个 福布斯的杂志 是很多这一个媒体 争相 争锋相拥 想要去采访 他的这个对象 因为爱多美这间公司 的潜力 是很多人 他们都看在眼里的 那今天我们还有 这个文化是什么 那爱多美的策略 是政商商略 什么是政商商略 他的意思就是讲 正值和善良 就是最好的策略了 所以爱多美的 爱多美真的是一个 非常有良心的一间公司 那我们在这三年期间 爱多美也回馈了社会 将近是130多万 在这个三年时间里面 都有回馈给社会 100多万的这个钱 去帮助这个社会 很多贫穷的人 去帮助这个社会 很多需要帮忙的人 包括残障人士 等等之类的 那还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爱多美的公司系统 那公司系统是什么 那跟大家讲一下 爱多美的一套 有一套系统 在全世界 已经跑了11年了 到今天 还在跑着 一样的一个system 那就是什么 首先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 center 就是我们的服务中心 大家知道 服务中心是用来这么的吗 就是用来 服务我们的会员 如果今天 你有需要帮助 或者你不了解 爱多美的东西 或者你不了解 爱多美的公司 你不了解爱多美的产品 你可以去 靠近你附近的这个中心 去做这个咨询 做这个询问 他们会帮助你的 那接下来到第二个点 就是我们有这个 ODS 什么叫ODS 就是 One Day Seminar 但是我们的 One Day Seminar 是online的 所以很多人会讲 哎呀 我没有时间 哎呀 我没有时间 我没有时间 我要做这个 做那一个 我很忙 等等之类的 但是今天 你没有借口 因为不需要 你走出来 不需要你 驾着出来 今天在家 你就可以看到 爱多美的这一个 今天在家 你就可以听到 爱多美的这个 ODS 当中会包括 公司介绍 那当中也会包括 产品分享 还有我们的 奖金制度 所以爱多美 今天真的是 做到非常的完善 以及最后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系统 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 成功学院 成功学院是什么 就是大家今天 都在这一边 给自己一个掌声 好不好 那今天 大家都在这一边 这一个整个系统 就是成功学院 我们会邀请 可能很多 已经有咨询了 我们会邀请 成功学院 会邀请很多 很资深的讲师 很多已经 收入已经是超过 可能年收入 超过百万了的领袖 来跟大家分享 到底在爱多美 我们要怎样去经营 才可以成功 那爱多美 就是靠这三大系统 不断的复制会员 十年以来 都用同一套系统 这一个系统 在十个国家 同步举行 那今天 我的分享 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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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